介绍一下,前一半会录制,你OK吗? 没问题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这个ZOMAT 然后他的这个公司也是有澳洲非常悠久的历史 他们的这个物业的话基本比较优质 银行的估价的话 基本都比别的中介公司卖的物业估价 其实risk要低要好 这也可能由于是他们的公司的定位是资产的这个传承和财富传承 卖的东西呢也是精挑细选的 租约很好的 然后卖完之后的话会继续帮客户来管理 这是我的观察 很多别的中介可能只是卖完就不太管了 然后就是卖那种 就是可能要抢的价格呀 或者是马上进入开发的等等 那我们作为银行这边当然是希望说least stock 有好的租约有好的租客会比较好 那走马的话呢很多年的这个从业的历史啊 也给我们这个做一些案例的分析 然后每一个broker身边都会有一些 commercial的潜在客户 而且很多是第一次购买的 就要花大量的时间 这一部分客户很可怜啊 在市场上没有人去educate他 但我觉得作为broker来说 是有最大的机会去分析和分享这些信息 给到这个投资人的啊 让客户买的好 因为买好的商业物业要有三个人给他做核实 第一个是肯定是他有一个好的一个商业的律师 对吧 不是简单的一个convencer 第二的话呢是如果客户花这个钱 他可以去花两三千去咨询啊 这个商业的估价公司啊 购买很多数据报告和做一些precheck 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银行了 那我们的优势是对这套不同的银行 同样一个物业有些银行只带30% 有些银行带60% 所以这会大大的影响客户的决定啊 然后我们这个把客户用知识武装好了以后 给他人脉给他知识给他信心对吧 然后他再去购买商业物业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更知道客户有客户有地方时 这个客人在买1000到1200之间的 还是他想买这个500到600之间的 还是再小一点的200到300之间的 然后他的租金的预期的回报是多少 他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是多少 这样子我们去对接ZOMA的时候呢 就也会非常有效给客户增加到价值 OK 那希望大家积极踊跃的提问题 我把这个Mind交给ZOMA 谢谢你 Thomas 对谢谢你的非常好的介绍 对因为的话对认识你的话 那也蛮久的 之前的话对咱俩 他还是在马尔本大学同学 一块在Costco的话 我们一起在Costco卖这个角色 是是对对想起来的话 对现在的话 那个七八年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对咱们基本上可以从事 同一个行业这样子对在地层这块 所以非常有信的话 给大家的话讲一讲的话 在商业地产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不这样子 而且的话我觉得像Thomas 他当时说的很对 因为我觉得的话就说 想要做生一笔交易的话 中间的话就说是 对这三个要素的话至关重要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话 就是因为他就 其实你想一下 律师的话 其实他从这个中间扮演的角色的话 更多是一个就是相当于 这样操刀的角色 他就是 是一个就是说 相当于客户的话 他需要知道什么的话 是需要让律师来帮他去做 进行一下 需要让他知道 但是的话对于律师来说的话 他到平面的话 可能没有像银行 或者是从中介这个角度上 他到平面的话 对对这个买家的话 做这个买购买商业物业的决定的权重 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而最多的话 我觉得因为像银行这边的话 对于这个物业的话 的观点可以带可以带到多少比例 或者这个东西的话 对于买家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对了 相当相对于来说的话 相当于是银行在给这个商业物业 或者在给这一类商业物业的 稳定性所做的打分 对于买家来说的话 他们是相当相当看重这个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我就说的话 就说 在做一个交易的话 就说一个对一个好的 对一个好的finance 在这个交易上的 这个的重要性的话 是相当重要 这样子 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PPT 这样子 的话大概的话 I don't know share screen 一下 share screen 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好的 没问题 谢谢你 对这个的话 是我给大家的话 就做了一个的话 对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PPT 然后就跟大家讲一下的话 澳洲商业物业投资 然后对中间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像今年2021年 因为疫情 和央行的一些很多政策 包括的话 很多政府的政策的话 就说实话 对整个商业地产的改变 跟去年相比的话 应该是巨大的这样子 或者是 因为去年的话 疫情的话 开始之后的话 就是说我们 作为就是说 在商业地产第一线的 这样的销售员的话 第一的感觉的话 就是说从去年 整个一年 到12月份之前吧 然后整个的话 商业地产的销售的额度和所为 对合作销售的频率是明显骤减的 但是的话就说从今年开始 基本上的话 我可以说是今年的商业地产的市场的话 算是我从你以来的话 所见到最好的一年之一吧 这样子 基本上上次的升广可能是在2015年 2014年一会儿的时候 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商业市场的热度会 就是对 无论是从它的热度也好 或者是从它体量也好 或从任何的方面来说的话 都是 对 对都算是非常非常活跃 而且非常非常火爆的 对像大概我们公司一个介绍 对项目公司的话 是主要的话是做拍卖会 晚上在欧洲非常有名 像我们是在欧洲第一个 对有史以来的话 做拍卖会的节目 然后后面其他几个中介的话 其实是copy我们的模板 然后像我们的拍卖会的话 基本上的话 每次出来的话都会在 就各大媒体 比如说像澳洲主流媒体的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这样的媒体会登报 或者是他们的话 就每次的话 对都会报道 对这个H 然后比较中心的话 是我们二月份的 今年开头做的第一个拍卖会的话 像了 Financial Review的头版 那也就可以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 包括的话 我觉得在商业地产投资界的话 都把我们的拍卖会的话 可以看成是投资类商业地产市场的 分项标的样子 然后近期三长的拍卖会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看 从就是出售的金额和 这个清凡率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 那就是说 就像我之前说的 今年的市场非常火爆 我们六月份的拍卖会的话 就是在两天一共收出了1.56个亿的物业 然后成功率是82% 共收出了41个物业 那么在八月份的话 是在两天的话 共收出了7600万 对超出7600万能量的物业 然后成功率是82% 共收出23个物业 那么我们上一次的话是三天 在悉尼布里斯本 还有墨尔本 对做的三长发卖会的话 三天之内的话 出售了1.89亿个 亿元总价的商业物业 成功率是90.7% 共收出了49个商业物业 那么今年的话 市场总结的话 我觉得的话是有几个这样的特点 第一的话就是投资回报率的话 它是明显在走低的 比如说在幼儿园 交战政府成足物业 大型零售的话 都是往下走 真的是一记绝成这样子 然后就篮球足可的话 和常租约的这样子 就是任何物业 只要带有蓝筹租客和常租约 就是说你无论的话是 对市场好或者不好 或者是在任何时候的话 它一贯是市场的出版 因为的话在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要买这些物业 经济不好的时候 对大家更要买这样的物业 来作为就是说投资 或者是对这些的 最底层那样的操作 然后的话对今年呢 就是说从前面的话 那我给大家展示的数据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的话 是非常高的成交率和交易活动 非常非常频繁 而且的话就说 现在的话 如果说是什么样的市场的话 现在的话百分之百 是个卖家市场 目前就即使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每月上市的话 基本上是在40个到80个 40个到80个物业之间 仍然没有办法去满足 买家的需求 就基本上的话 可以给大家 在我们上次拍卖会的话 去走一个数据 因为的话就上次的话 就我们一共的话 是出售了49个物业 但是我们一共注册的买家的话 是将近的话600个这样子 有时候的话 基本上每个物业的话 一共是有11个到12个这样的买家 在争抢同一个物业 那就可想而知的话 就说是对这种物业的话 它对现在市场的话 对它要夺火这样子 那么的话就说是现在的话 我给大家分几个区吧 然后就说每一个物业的种类 那么的话 比如说像幼儿园 这投资回报率的物业的话 真的是就说是 从前年到去年到今年的话 真的是 在一直在往下走 如果的话 就比如说的话 就说这几个例子 这个在Panet的幼儿园的话 是我去年年初二月 分卖给一个细腻的 中国人的买家 当时的话 5.79的回报率的话 在当时那个市场 去年 已经是比较低了 之后的话到12月 这个在Cranbourne的这个幼儿园 全新的 全新15年租约 5.58的这样的投资回报率 去年12月份 卖给了一个 从大陆来的中国买家 当时的话 那也是 他当时的话 那还是觉得买贵了 对说实话 对非常有意思 对 再到今年年初 然后是我们的 在Dino这个幼儿园 5.09 那么基本上的话 这个单用的幼儿园的话 是基本上是今年 我们见证的最后一个 幼儿园可以买在5%以上 在维州市场 对在维州市场 通过我们拍卖会销售的 就这样的一个 算是最后一个 那么从此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幼儿园投资回报率的话 基本上都在物理下 就是无论是什么区域 包括像吉浪这样的 regional这样的地区 我们在吉浪的话 两个月前的话 卖了一个G8的幼儿园 最后的话 创造了在吉浪幼儿园的 最低的这样的一个 投资回报率的记录 4.4 那包括的话 就是对即使在上千万 这样的物业 比如说的话 就是我刚在 Williams Landing 刚刚卖了Settle的 这个的物业 4.75的回报率 1,0980万 那也是最后 卖给一个中国人的买家 我觉得在幼儿园 这方面的话 其实的话 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机会 或者功能也很多 因为像幼儿园的话 它的投资特点 就是非常强的足跃 一般的话 对幼儿园的 其实足跃的话 像我们现在出售的话 基本在15年到20年左右 那也就相当于的话 15年到20年的话 你不用去管它 同时的话 就是说它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 这样一个投资增长的 这样一般的话 一个幼儿园租一的话 在2年5到3之间 或者像好远的3年5 的租金投资回报 这还算是租金 复利年增长率 而且的话 很多的话 就是说从大陆来的 第一个 就是说从大陆来的 就是说做188C 或者是对做这样的移民的话 他们通常的话 买的一个幼儿园的话 在过去的5年之内的话 很多都是幼儿园 因为的话 就是说是 它是被看作 就是说最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物业之一吧 而且的话 今年的话 就是说是对政府的话 就是说在2021年财年的话 这个对联邦政府的话 它的预算 包括的话 它所给的一些的优惠 那也是对导致了 今年对整个幼儿园的话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在持续下走的 这样一个原因嘛 比如说的话 它从2021到2022财年的话 它在幼儿园的领域的话 它有多款的话 是971澳元 在未来5年的话 它会增加 来刺激经济优业这些的 然后目前为止的话 全澳的话 它只有45.1%的 六岁以下 儿童享受幼儿园的教育 它是处于意识高位 但是就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 其实的话 就是从这方面 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因为现在的话 幼儿园的话 其实从主流业界的话 它对这方面的观点的话 是整个澳洲主力楼的社会的话 对幼儿园的 从 的这概念的话 从一个诱托 转向于早教 就是说其实的话 在过去的十年的话 整个行业的话 都是在把这个 对幼儿园的行业的话 这个概念的话 在这方面来转 它不是一个 就是说 对家长因为工作忙 把孩子送进去的话 来让这个幼儿园的老师 来管孩子 而是一个早教的行业 就跟你是 叫孩子去上初中 高中小学的话 是一样的 那么的话 对于早教的话 对这方面的 其实的话 就说是 我觉得家长的话 尤其是澳洲 对 尤其是澳洲主流社会的话 对这方面的话 其实并不是重视 但其实的话 就说孩子的话 从零岁到五岁之间的 这个教育的话 应该是他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 教育时间之一 这样子 同时的话 就是说 对政府的话 在2022年7月之后 的改变的话 就是说 现在的话 对同一个家庭 第二孩子的 补助增加30% 然后现在的95% 而且的话 之前的话 一个家庭收入的 18万9的家庭的话 也是现在去除 这个1万块钱的 将来补助CAP 这样子 这个是育儿园领域 那么的话 家庭站领域的话 就基本上的话 可以说 家庭站的话 它在这几年的话 都一直很火 因为的话 如果的话 就是说做一个类比的话 其实家庭站跟育儿园的话 它整个物业类型 非常相像 因为家庭站的话 它也是就是说 对租与这种上市公司 他的租业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是10年到15年到20年 就是说 如果的话 你说你买个商业物业 刚开始的话 你有一个10年以上的租业 那么的话 就说是能够满足 10年以上的租业的话 就说 我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最 当然的话 就是除了什么 Cose Wars 或者Bondless 这些东西 那其实最靠谱的话 就是对家庭站和幼儿园 那边的话 他们其实租业都很长 而且的话 都是租与这种大公司 那么可能中间的话 有一点点的差别的话 就是家庭站的话 他很多的话 他的位置的话 可能更 对可能会更显著一点 像有很多幼儿园 他是在民区里面这样子 对 这个的话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说 交战的这个 投资回报率的话 从去年的话 我们在Lon Warren 卖的这个 这个Share Petro Station的话 6%的回报率 就是对一路的话 就是到去年12月份 在Mason 卖的4.82回报率 那之后的话 就是说 对中间的话 那个一个的话 在Camblewell的话 一个翘白交战 卖出了2%的 这样一个投资回报率 那么我正好的话 把Camble这个物业的话 作为一个 就是说是 也作为案例分析 对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Camble这个物业的话 房东上次买物价的话 是316万 这在2009年的1月份 那之后的话 我们是在去年的 我记得8月 还是7月 对我们线上拍卖会售出 当时的话 一共有15个买家 在参与竞牌 15还16个 我不记得 最后的话 对拍卖的价钱的话 是650万110万超过房的底价 最后算出来 投资回报率是2.06 反而之后的话 他总增值额的话 就相当于他 这12年 一共增值了330万 然后他基本上的话 算是十年方的一倍 这样子 反而的话 如果你算他的增值的 这个年化率的话 是9.6% 就不算他这几年的话 他租金的收入 那么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说买家的话 他去买的话 或者你作为这个 finance broker的话 去跟他分析的话 就其实就是买了一个地 这样子 你说什么东西的话 就说他这个蓝筹租客 是闲的 就是说如果买家的话 他说OK 我想要买一个 就是说地段特别好的东西 那么你其实的话 就只用他去谈论这个地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段 买家的话 就说像这类物业 就是说土地增长型 土地类 土地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 地产的物业的话 基本上就跟他们讨论的 几个方面 第一的话 就是说这个第一位置 就是说就像Campbell 或者像Hawson Cannabury这些的话 本身就是富人区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可能的话 就说是 对你们需要做 或者是我们一般会跟他做的话 就说他们这个土地兴致 然后包括的话 就说是 因为的话 所有的话 像这些console的话 他们一般的话 在比较主流的商业界的话 都会有planning scheme 那么 那么你一定要学会查 这些planning scheme 包括因为的话 在这些planning scheme的话 他有一些限高 以及setback的话 的这些的要求 那么的话 如果的话 你能够比较早的话 跟买家的话 提前把这些都 把功课做好 然后包括告诉他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 就通过我的经验来说的话 买家的话 他一般的话 会比较来appreciate 你在这方面的话 来做了一些的工作 对 因为的话 其实的话 对买这些东西的话 买家的话 他无非就是问 OK 这个地方的话 他的平均地价市楼上 就第一点 第二点 对他这个位置的话怎么样 第三点 那么就说是我以后 就是我现在买这块地 我以后的话 就想我能干什么 这个其实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买家的话 去买这一类型物业的话 他所问的这个 他所问的这些的主要问题了 所以的话 就是说 作为我们 作为agent也好 或者作为你们finance broker 也好的话 那么可能在这方面的话 要把买家的工作的话 要做出这样子 那么的话 还有一类物业的话 就是这些大型零售物业 比如说像 Bullings Officeworks Harvey Norman GB HiFi 或者这些东西 那么的话 对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就说他们的 对这些公司的话 的半年报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对Bullings的话 他的这个销售的话 在上升23% Officeworks的话 在上升23% 上升23.7% 那么我们今年的话 也是就说 对一个开发商的话 要委托我们的话 在那个 在 在布里斯本的 这样一个高速发展区 相当于是 Melbourne的 Krigman这样的区本 对出售了一个Bullings 就是以2400多分 我记得是 最后回报率是4.21 出售的话 对在那个上面 同时的话 就是说 有大概17个买家 大概 中间的三分之一 是中国人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 就说 对于这些Bullings Officeworks的话 也是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那么我在这个 对中间 对也是做了一个 案例分析的 这个是我在今年 我看今年应该是 从4月开始谈 然后6月还是7月 刚刚签好合同 然后明天就上 交割的这样一个 在塔州一个Cose 对那么的话 就说这个Cose的话 当时房东 我怕是09年8月份买来的 他当时买价是700万 然后我刚刚的话 跟这个中国买家的话 对签约的价格是1750万 那么的话 他这12年的话 增值总额是1000万 然后他的这个增值总比率 是146% 相当于放了一倍半 那么的话 他的这个增值年化率的话 相当于这个物业 每年的话 他都会增长12% 那么的话 他这个租金 就是说我出售出来的话 就算一下的话 他实际租金 要给毛利的话 是4.15 因为今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Cose Wars Bullings的话 就说 如果的话 你的客人的话 他就说 他的投资格的话 是没有限制的 而且的话 他又不想搞开发 他就想要去做个投资 那么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想象的话 就是说 整个投资界的话 它会精彩 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最顶端的精彩的话 就是Cose Wars 和Bullings 这个的话 是你可以在投资内 商业物业的话 基本上可以买到最好的东西 对 当然的话 就说 如果的话 你要买个开放地 你知道开放地的话 可以盖很高的公寓 对这种东西不算 但是你就说 你纯收租金 能够买的最好东西的话 就是Cose Wars 或者是Bullings 对 当然的话 他就说是以Cose Wars的话 为基准的 这种烧兵三次的话 他肯定要往上 他肯定要 他肯定要稍微往下 再降一点 因为的话 毕竟的话 像Cose的话 那组业肯定很稳 但是的话 如果你的Cose 在15个商铺 那15个商铺的话 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里面 可能有做美甲的 或者有做 对做里头的 或者 对或者做这些小生意的话 对像 像这种物业的稳定性的话 其实还不如 对其实还 对其实还不如 一个单独的Cose Wars 或者一个Bullings 的话如果你跟去年和前年 做对比的话 投资回报率的话 至少的话 往下走1%到1.5% 这样子 那么 这个是我自己 做的一个分析吧 反正话就说 其实的话 就说是你说 澳洲商铺利产的话 他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投资回报率 他肯定第一 或者是他这个 为什么今年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商业物业 投资回报率的话 都在持续下涨 那我相当于 对我相信 这个东西的话 像你们的话 应该是非常有 想法的 因为的话 毕竟的话 就说 其实如果你说 前两年 或者前三年 去买一个商业物业的话 贷款率 可能在2%的3% 对吧 我记得应该是 可能是在2.5%以上 这样子 但今年的话 你做下来的贷款的话 他本身的话 就是说 贷款利率的话 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对贷款利率的话 跟银行的贴线率的话 就它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就最后的话 你可以看这两个线 一个是银行的贴线率 另外一个的话 就说 这个黄线的话 是我们从2020年 到2021年的话 每年的平均贴报率的话 去做个对比 那你可以看到的话 就基本上的话 就说 对这两个曲线的话 走势是完全一样 就最后的话 对商业地产的投资贴报率 或者商业地产的总价来说的话 就是对央行是永远的跌 那么对什么时候的话 这个市场的话 就是说 会稍微放缓一点的话 就看 如果央行那边 或者是各大银行那边的话 它的利息上调 那么的话 它可能的话 会导致的话 现在市场 不那么火爆的 的因素之一 这样子 那么的话 就是最后可能总结 商业类投资物业的 这样特点 第一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租预约 而且它也非常稳定的 投资贴报率 而且它的租客的话 也相对稳定 而且的话 就说除了 对当人的话 就说 我可能跳回到 刚刚COS这边来讲 COS的话 如果的话 你的客人的话 他想买个COS 或者WARS的话 那么你 他所问你的 这个问题的话 跟买个业务员 这些东西的话 完全不一样 那么的话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的话 你去买个COS的话 就说 就比如说的话 现在的话 在Bowen 现在在卖的这个WARS 是另外一个中业 对它所出售的 那么其实的话 就是说 其实如果的话 你按照之前的方法 来分析这个物业的 OK 你可以说 对Bowen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对这个地段很好 然后对包括的话 它的土地增值价值也很好 或者这样 12340 对 你都可以去跟这个 客户去分析 但其实的话 因为像COS的WARS的话 它最后最后的话 它的增长点 或者是 尤其是这样 单独的COS的WARS的话 它的增长点的话 都是靠它的租金分红的 你的租金的话 如果 就是说 它的这个销售额 如果的话 上涨1000万2000万 跟你买在一个Bowen 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是 那是 对 那个是真的一个 小物件大物的 所以的话 就说是 一般来说的话 就说是买COS的WARS 如果是真的 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买的话 我会 对 我会买一个人口高增长区的 这样一个COS的WARS 哪怕它现在土地的话 并不值钱 因为的话 就是说COS的WARS的话 它的租金里面的话 跟其他的商业物业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他商业物业的话 它的每年的话 大概有2% 3% 4% 或者CPI的这样一个年增长率 但是COS的WARS的话 它租金的话不是的 它的租金的话 全部的话 都是靠它的这个 靠它的这个租金 靠它的销售额 做分红 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是说是 它的销售 就是说 如果它的销售额不变的话 那么的话 那么 你可以看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COS的话 这个租金在5年 10年的话是不变的 那么的话 就是说如果的话 你租金不变的话 你的 就是说 尤其是现在 尤其现在的话 如果你的客人的话 他要买这样的一个物业 那么如果的话 因为第一的话 现在的话 你去买一个物业的话 本身的话 就是COSWARS的话 这方面物业的 这样一个历史的 很高的一个高领 如果它买到的话 租金的话 它倒是 就是它更是没有一个 增长的一个潜力 包括的话 就是说是 在有些地方的话 可能现在它只有COS 它只有一个WARS 它马上新开一个COS 一个WARS 因为新开一个COS WARS的话 它最直接对现在 影响的话 就是它的销售额的话 至少会下滑 30%到40% 那么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它对任何人的话 是很恐怖的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是说是 你去跟一个客人 去分析一个COSWARS的话 那么你先要跟他说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是怎么的 就是第一点 因为的话 只有人口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好 或者比较强劲的增长 才能到 对 它才能带动的话 就是它这个COS的话 它在未来五年 十年的销售额增长 它的销售额的话 它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的话 那么才会带动 才会带动它租金的增长 那么的话 就是说 它的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说 可能如果大家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的话 一般的销售额的话 比如说 它对它都有一个分红点 比如说的话 它在五千万 那么在五千万以上销售额 我的百分之二 它会就是说 作为这个租金分红 对可以买价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对于COSWARS 这样的物业的话 就是说 说真的 就是说 如果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是有自己的钱 那么我会去买一个 Bowman的Wars 还是我会买一个 比如说像 Apping或者像 Apping North 这样 就是说 人口增长的话 在未来五年时间 会翻翻的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我可能 就是说 我自己肯定会选 Apping或者像这样的地方 因为的话 对像那个地方的话 你租金增长的话 就说 对 你租金上涨个 二十万 三十万 四十万 五十万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它是实在实的 而且的话 就是说 你的投资和报率的话 它是根据央行 或者根据政策 或者根据买家 或者主流媒体 对这方面的 看法的话 所浮动 但是你租金增长的话 这个实在实的 那么的话 就是说 对于这方面的话 就说 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些 比较浅显的一些看法 这样子 那么的话 就是说是 如果你帮助客人 去分析一个物业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说 就是全盘的 就是说 你作为商业地产物业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分析几个点 就对 第一是 作为的成果 对租客的性质 然后包括租客 他需要负责哪些事项 然后包括的话 租客他需要负责哪些杂费 因为像有些 对尤其政府类型的商业 物业物业的话 他有可能的话 是一个 对是一个 就是说租客的话 他是什么杂费 他的不 对他的不负责 而是房东的话 或者所有的杂费 就是对哪些的 对哪些费用需要房东储 哪些费用 对需要租客储 这个东西的话 你帮 就是帮买家的话 要在第一时间 然后要分析到 然后他的低税 然后对哪 对谁由谁来付 对谁不来付 当然话就说 如果的话 你去买些交战 那么好像土壤清洁 这个东西的话 是由谁来负责 然后包括的话 这个物业的话 他的他的这个 再利用的可能性 然后包括开发墙 为人回报率 这些的话 其实是 作为你帮买家的话 去分析 所有类型的商业物业的话 都一定会touch on的 一个或者是几个 这样的内容吧 而且的话 就是在疫情期间的话 就是说你 因为就说实话 疫情的话 对整个商业物业的 这改观的话也很大 那么的话就说 你可能的话 要帮对买家的话 作为一方面 这方面进入调查 那么的话 第一的话 我是建议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去买物业的话 你会对我建议你们的话 会较多建议买家的话 买这种Essential Service 类别的物业 比如说的话 像加油站 像医院 或者像pharmacy 像幼儿园 或者像银行 就是说任何物业的话 在一星期期间 可以持续开放的 那么的话 就是我觉得的话 他现在的话 在目前的市场上来说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吃香的物业 因为的话 他们是被失于避险的 这样的物业 那么如果不是 对如果不是这一类型的物业的话 那么的话 你要先首先的话 问租客的话 在这个中间 是否有租金减免的状况 如果有租金减免的话 那么的话 他的律师 或者跟租客的话 一定会做一个 Rental Relief的 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的话 你去问的话 这个协议的话 对这些东西的话 是非常重要 那么 那么就是说 中间的话 就是说是 对你尽可能的话 那也是做一些的话 就是说这个租客的 净职调查这样子 然后包括的话 在过去三到六个月的 租金的情况的话 如果的话 是可能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 让租客的话 就是让房东来提供的话 他两年的这个损益表 这种 我觉得这种东西 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的话 就是说 因为话就是说 像客人的话 对他如果是买什么 Cose Wars这些东西的话 就说 就说实话 这个经济调查 就是在租客方面 经济调查 是没有 是没有必要做的 任何上市公司 或者是国家型大企业的话 都没有必要做 但尤其是小型租客 尤其他租客的话 对他只租了这一个 或者是两个 那么的话 我觉得 去问中介 或者是问房东 去要过去三到六个月的 租金转账记录 这个应该是必须的 对 那么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肯定的话 要对去问专业的律师 和你们和银行的这些意见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我切到下一个 那么的话 就是说 对这个的话 对像我们下一次 生意争争贩卖卖会的话 是在2021年 11月9号10号 十一号三场的新年 二十一歌剧院 墨尔本的 墨尔本的皇冠赌场 不以此版的 西尔登酒店 那么对这个的话 那也是就是说 是澳洲有史以来 最大的生意争贩卖卖会了 一共是68个物业的话 卖卖出售 12个物业的公开超标 总价的话 大家在6个亿 是非常欢迎对大家 对主位的话 来介绍买家 然后来参与到 就是说 算是这个澳洲 有史以来最大的 生意争贩卖卖会的 这样一个盛宴了 然后对三场方式 可以参与线上 或者去现场 或者通过电话 然后就大家都 也来参与竞拍 对当然的话 就是如果是 买家选择线上 或者电话的 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么他们需要 提前的话 来做个注册 包括的话 他有一个 就是说需要先交一个 对需要先 对需要 对需要先交一个 这样的定金 那么最后的话 对像我们 Burges Open的话 对我们算是 澳洲最老派的 这样一个地产服务 上11 然后对像我们 用45年的历史 是澳洲全国性的 这样的一个 商业地产服务中介 对我们在澳洲的话 所有的社会的话 都有这样的一个 对总公司 在这样子的话 就说对我们的话 就说在基本上的话 从三星前吧 就开始的话 来致力于的话 在亚洲团队的话 对这边的建设 我们在 在物业管理 包括的话 在销售 包括的话 就是在各个方面的话 都有会说中文的同事 为大家的话 来提供的话 这方面的中文服务 那样子 那么这个是我们 在所有 支付我的一些 办公室的电话 那么谢谢大家 这个就可能是我 今天的话 所想说的 谢谢Zoma 这个对于很多 新的broker 或者是 residential的客户 积累了非常多的broker 他在第二第三年的时候 就会有客户 开始买commercial了 就比如说 你们手上的163 188 的这些客户 拿到了PR 对澳洲越来越熟悉 国内的资产 慢慢地卖掉了 对吧 我前一段时间 有一位客户 对吧 他的这个国内父母 已经打算把所有东西 都卖掉了 就有一个亿的RP 在澳洲 就很困惑 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educa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也不愿意 再冒险了 然后commercial 又可以传承到下一代 对吧 然后你传承的时候 又不用交 stamp duty 你也不用交 遗产税 等等 所以有诸多的好处 值得大家去挖掘 那这面对话框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会把ZOMA的联系方式 发到群里面 然后ZOMA给发到对话框里 OK 第一是买加油站的时候 我们很多客户都会问一个问题 以后这个电车不加油了呀 或者是最担心的是一个环境污染问题 其实做贷款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一个额外的环境 污染报告的话 的确是蛮贵的 它可能从小几千到大一两万 所以这个时候你遇到这些 买家问题的时候 你明白怎么是去回答它呢 就我觉得的话 就是说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对 就是 等等我把这个 你把二维码再放一下 放到那个屏幕上 好 我现在放一下 对 对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 OK 好 已经看到了微码了 谢谢 OK 好 没问题 你要点一下 刚才没了 对 再按一下 对现在还有吗 没有 之前有 之前有 我看一下 你点击下面的框框的PPT就出来了 放手 再去一面吧 好 我放手 也行 好的 有了 这样可以吗 对 第一个问题是加油站的污染环境问题 对 对 加油站的污染 加油站的污染环境问题的话 其实去解答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就标 就 其实我觉得的话 就是其实 就是业内人士 就是说跟这些买家的话 其实的话 这观点的话 差别还是挺大的 因为的话就说是 这里面的话 其实的话 它是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的话 就是说这个 对加油站的未来的方面 第二的话 方面的话 就是说是这个加油站的污染方面 污染方面的话 其实的话 这方面非常好解决 那么的话 就是说 看你是针对怎么样的买家 如果的话 就是说是你的买家的话 是第一次买这个加油站的话 那么我就直接会建议的话 你就直接买个新的加油站 因为全新的加油站的话 第一的话 它肯定有这种 stage one的这种 就是它所有的经验都是全的 应该买全新的加油站 全新建的 它之前的话 没有任何做加油站的历史 那么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可以完全闭着眼睛买的 这样子 因为的话 它中间的话是 对说实话 是没有任何的话 中间没有任何的风险 这样子 那么的话 如果是这种旧的加油站 这种东西 或者是 它的位置比较好 但是的话 就是说 它这个中间的污染 这些东西的话 对你不确定的话 它是怎么样 就是对时来负责 那么第一的话 就是你要先看到 就租约 租约里面的话 它明确不认定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是由谁来负责 对这些的所有东西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是 你们可能的话 就说 目前为止的话 对于finance 就是作为 就是我们 旧的加油站的话 对因为像我们的话 就是整个的话 加油站市场 全澳的加油站的话 基本上65%的市场 分合是 对15% BJSWN的话 全国卖出的这样子 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我所知道的话 可能像Sunkhop 或者是相对 像这些东西的 或者像这种 Tier 2的银行的话 他们可能会接受 finance 会接受到更多一点 因为他们手上 因为他们手上 没有他们稀罕 这个东西 对对对 而且的话 就对于加成的未来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就说挺有意思 因为的话 就是说是 你去实际上 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 现在的话 就说 澳洲的话 做一个NBN 如果澳洲的话 真的是全民普及电动车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可能澳洲的 这个整个的发电量 包括的话 它的国家电网的话 这个东西 应该要更新两次到三次 这样子 才能满足的话 就是说 整个加工站 或者这个电动车的话 它对这个电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你看像中国的话 就应该说是 中国的电动车 应该是走在澳洲的电动车的话 应该算是10年20年这样子 那么的话 中国的话 现在的话 那也是个缺电的这样的状态 你像澳洲的话 就是你叫澳洲政府 去更新一个NBN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话 他们都做了10年这样子 然后对做的这种 很垃圾的这种东西 所以的话 就其实的话 澳洲的话 在未来10年或15年 在中短期来说的话 对于加工站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其实是 对是 对是完全没有影响 而且的话 就是说是 你去从长期来考虑的话 就说回到的话 就说 你为什么去买加工站 加工站的话 跟幼儿园最大的区别的话 加工站的话 它有很高的一个车辆 也就是说 这加工站的话 它其实的话 你最后买的话 其实的话 就说是 你就说 最后还是买一个 比较显著的位置 因为的话 就是说你加工站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地方能开加工站 你的车辆的话 一定要是在一万辆 它必须要在一万辆车以上 如果它是在一万辆车以上 其实的话 加工站它本身 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代表的话 它可以做多种的用途 那很简单 就是说 就是说你现在的话 10年15年的话 你可能是 对你可能是这个加工站 那么的话 在未来15年 20年的话 就说 你可以直接做类比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做快餐 或者像pharmacy 或者是像medical 这些东西的话 对你都可以 对 因为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 它都可以做这样子 就相当于的话 就说 就只要你位置够好 说实话 那么的话 就说 你很有可能的话 就说 你这15年的话 是一个翘白加油站 你接下来15年的话 是肯德基麦当劳 对 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 因为的话 就是说 这个就是加油站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可 就是它的 就是这个 它的repositioning 这样的一个 可在意 像Voxel的这个加油站 现在已经被保利收购 做公寓了 这种很多这样的案例 对 对 就很多这样 你就说 即使的话 这个加油站的话 对它有限高 或者它不能做公寓的话 就是说 你后面的话 去开快餐 开pharmacy 开这方面的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的话 它既然的话 就是说 当时这些大公司的话 做了很多的禁调 它愿意租这些地方 那又说明 这样它肯定是有车油量 有了有成油量 它本身就是很火的东西 那么的话 就说是 对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你后面的话 去把它变成任何 其他东西的话 在这个东西的话 那是 对基本上的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的话 即使你未来的话 坐电动车的话 你进动车的话 它总要去换电池 它总要去充电 它总是 就是说 在这方面的话 有优质存在 而且可能 我最后想要说的话 就是其实加油站公司的话 在这未来的 就是在过去的 三年到五年的话 它也注意到这个 这样子 包括的话 对像我们的话 就是当时的话 帮三维来的总公司的话 去带领的33个的话 他们总公司 放出来的加油站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 我们就拿7-11的话 来举例 他们现在的话 就是他们主要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他们的盈利点 其实已经不是在石油上 就是如果你去买一个 7-11的这样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买了一个 convenience retail 你是买了一个便利店 就是说你加油站 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过市 但是你便利店 这个东西的话 它说实话 就是说在未来的50年的话 它可能还不会过市 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当时在做 7-11 campaign的时候的话 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话 对这个 就是 就是对便利店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概念 就是 其实这个概念相当不一样 因为的话 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是非常price sensitive的 就是说这个便利店的奶 或者这个电 这个电力 这个电力 电的面包 它比Cosworth的话 它贵一块钱 两块钱 我是不会买 但是的话 就是对于鬼老来说的话 对他只是说的话 就是说是 这个东西的话 它正好的话 在我家旁边 我开车会路过 我就去买 所以的话 就是说当时的话 我们从7-11那边的话 就是说去聊野的数据的话 其实它的便利店的 的这个 的利润率 那它架构上的这个利润率的话 基本上的话 是在 就是 这个便利店 所占它这个利润率的话 就基本上在80%到85以上的 也就是说 它其实的话 它就是一个便利店 而不是一个交易战 它交易战的话 它所占到 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销售 它的销售利润 那就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10-20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是说是 如果的话 就是说是 对大家的话 就是说 对大家客人的话 去买一个像电影店 比较强制品牌 就比如说像三米兰 那么其实的话 就是可以从 从这边一点的话 来侧面的话来说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非常保险 它这样子 非常非常 非常新颖的一种认识 说明我们以前的一些客户 说不买交易战 是没看懂的 我们可以更全面的 去为客户解答 但traffic 这个evolvital report 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cost 说从参与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 好奇一般客户 如果从第一次和你接触 到他最后购买 这个时间的周期 你的根据你的经验 平均是多久呢 因为我们也有些客人 看的时候马上买 有些客人可能看了三五年 才买 这个东西的话 是真的没法说 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的话 就是对大家的话 对今天的话 都在这个领域工作的话 其实对大家都知道 这样子 因为的话就说 我把这个东西 看中生一个播种的过程 就是说是你现在的话 去播下一个上的种子 就是说 买家他问的一些问题的话 你进行经历 去帮他去做好 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 去预计的话 买家的话 他是在 是今年买明年买 或者后年买 尤其的话 就是说是像种大型商业物业的话 说实话就说 买家 就说真的是非常想买 非常想买 钱都在银行 所有东西都已经完全ready 但是就出价 竞标拍卖 买不到一年两年 三年的客户 真的基本上是占80%到90% 就是说 真的就是说 在现在的市场的话 你能买到一个商业物业的话 真的是 不光是你财力 或者是运气 然后对他 对他要去讲个缘分 这样子 其实的话对买家 他再就说是 我特别想买 就特别想买 就真的都是很难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知识储备上 不能回答不上来客户的问题 并且还要帮客户去拓展 客户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 对 就是像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去add value 就是说 你客户的话 你想到 没有想到的话 去帮 对去 对去我都帮你去想 我把我个人的品牌打出来 我通过我的支持 我的knowledge 而不是通过我的 通过我的一些读学 这样的话就说 就是说 就是对你只能去做这个 然后就是后面的话 就说 客户的话就说 他因为他现在不买的话 他后面的话 他会叫他的朋友 他的同学 或者对他的进行的话 都跟你去接触 就其实的话 对像我的话 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多了 因为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是 很多的话 像这种shipping center 或者cost wars 或者这些bondings的话 就是基本上的话 我的客户的话都会 就是对他们都会来问我 就是说 OK 对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就是对即使这个项目的话 它不是我代理的 就是即使这个项目 它不是我代理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中间的数据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我帮我的这些项目去查的 那么的话 即使的话 你从这个交易上 或者从这个时间上的话 就是说 就你可以把它看作 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同时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去看资 去看作是自己学习 和进步的话 对这样的一个 看法 或者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 我是后者这样子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对真的 你没有办法去预计买家 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 真的 我的买家的话 就是对很多的话 都跟我的话 的关系很好 对快 对真的是看了三五年的话 都没有买 对三五年都没有买到的话 对太多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市场 真的太火 你很难去预设的话 对买家的话 对他 对什么时候能够买到 对什么时候不能买到 但是的话 我觉得 如果就是这个可能 我觉得像幼儿园和 就尤其在幼儿园里 我觉得就说 如果你说哪一部分的买家 或者想买哪一个类型的买家的话 就是他的成交速度最短 我真的觉得是在幼儿园这个领域 因为的话 很多的话 就是我的幼儿园买家的话 他真的是就是 对拆了澳洲 然后在他之前的话 就可能就买了个民宅 想要就是把自己第一笔钱 花出去作为的话 就是给自己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这样一个养老 我真的觉得的话 就是说对买个幼儿园 包括的话 就是说 因为的话就是说 你看着孩子的话 就是说对未来的话 对这些的市场和发展的话 他就他本身就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 如果是所有商业类别的话 去算起来 我觉得 比如说在幼儿园这个的话 应该是去从看到购买的话 时间最短 最长的话 就是像一些对 在两千万三千万以上的样的物业 这个是看的时间最长 幼儿园的确 因为幼儿园很难有新的批文出现 一般每次你去申请新的幼儿园批文 都会受到附近的幼儿园的反对 而且Council这边的话 你幼儿园要拿三道批文 才可以开工 所以幼儿园的话 现在虽然说有些幼儿园的入住率不高 但是总体来说 长期来看政府的扶持 刚才ZOMA分析很全面 我们不仅是说 我们不能只看懂 这个lease 还有说寄一个租金回报 而是每一个物业背后 都有一个行业链条 比如说刚才ZOMA解释的 71的营业模式 Cost的营业模式 Bundish的营业模式 还有幼儿园的整个行业报告 我们对每一个行业都要有深入的研究 才可以称得上说是一个Advisor 不然的话我们跟一个银行的 就是端盘子的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大型的这个租客 看起来非常好 尤其是Cost 这个Wars 政府 上市公司等等 但是肯定是有风险 就是他如果万一某一个大租客走了 怎么应对 你们也有很强的这个lease的团队 你们会提前多久去发现这个事情 然后怎么样 大概平均花多久把它分租掉 是这样 就是说你买任何的一个商业物业的话 你说租客它是百分之百一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或者他都会在这 就就这个事情 他就他本身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你买任何的投资 或者你买任何东西的话 他肯定都有一定的分险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话 就是说这种大型租客的话 他只是就说 因为你想任何大型租客的话 他进取你装修的费用 包括这些费用 就他的前期的Cost是很多的 所以的话就是 而且的话从Cost和Wars的话 他会不会走很简单 你就看他一点 就看他的销售额 因为的话 所有的商业物业的话 只有Cost和Wars的话 他们不好意思 那我不能说只有 就是说Cost和Wars的话 他们是唯一的这么几个 每个月到跟房东的话 去汇报销售额 而且你去买的时候的话 你会看他的moving annual turnover 包括所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OK很简单 如果一个Cost的话 他从这边的话 他就是在过去的五年十年 他销售额是上涨的样的趋势 那么他为什么要走 就相当于的话 他们是就说 尤其像这种大型商业物业的话 他们就说去move out 或者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他中间的话 不是说是几十万的话 就能去搞定的事情 就是他要重新花三百万 五百万七百万 很大的一个这样的数字的话 对他能搬出去 所以的话就说 这个的话是他就说是 买大型商业物业的话 他的这样一个基底 那么的话就同时的话 就说如果你说 他真的搬了OK 真的搬的话呢 对第一点的话就说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 也是负责的话 跟这些大型公司的话 去做这种 真的搬走 或者说做这种 lease negotiation 这种谈判 然后就之前的话 也有先例的话 从coast那边的话 帮房东谈到了一个 五百万的赔偿 同时的话 那个同时的话 对当然的话 就是这个位置的话 我不能说 因为coast那边的话 就说跟他谈完之后的话 他跟我们签了 康菲团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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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跟我们谈的 那个coast那个人的话 就基本上在 就过了一年的话 就被 就被coast的话 就给解雇了 因为的话 就是说那个 对的话谈的 对房东这边的话 是太保护 太保护房东了 基本上的话就是 对 基本上的话 就可能的话 如果的话 general speaking的话 你可能是 如果是位置特别好的话 我们可能是 当时就能 帮你锁下来一个租客 如果位置稍微差一点的话 那么可能是需要 三个月到六个月 这样的时间 对但是说实话 尤其是像这种大型物业 有没有租客 或者有没有任何 optentive租客的话 其实你在买那会儿的话 你就应该已经知道 因为的话 如果的话 他比如说的话 对这个地方的话 他人口 包括所有的这些的基础数据 没有问题 那么你买 其实的话 都可以逼人进买 因为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的话 就说如果cost 他不去租的话 哪些租客 就比如说cost的话 他职业对应的 对是Aldic 或者是对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基本上就知道 这样子 所以大的租客走 其实他本身要付很大的代价 不是说没有可能 但是对房东有补偿 比如说RMIT 某一个办公楼 从CVD搬走了 要赔房东150万 对吧 150万可以给房东 足够的时间去找下一个租客 而且可以把大的 一整成分成几个小的区间 那他可以提高他的回报率 对吧 所以不是说没有可能 只不过说 没有必要那么担心 是有办法应对的 而且location本身也是不可替代的 好 而且的话就是说 像这种的话 其实大型年车商的话 过来过去的话 就那么 就是对就那么些集团这样子 其实的话就说 你去想的话 其实的话大型租客的话 这个the tenant pool的话 就其实就 就是对他其实都很小 这样子 对吧 因为Questigen的话 你算过来的话 算过来的话 对 算过来的话 对Junabit上的公司 反正的话就是 你包括Costworth的话 或者做这种大型零售的话 那也就这么多这样子 所以的话 其实他这圈子很小 就是说 如果这个Size的话 他要走的话 那么谁会搬进去 其实大家都是心里的话 都是这种拼到不圈的这样子 明白 第四个 就是其实会有人来填补了 对吧 就是这么大的位置 你要走了 别人也很想进来 第四个是地税问题 因为这几年地税的话 也是一个热议话题 政府提高地税 地税除非是政府的租客 或者一些上市公司 他们会帮联络支付很多 那如果买一些大型的地块的话 房东的地税的成本 也会比较高 那这一方面有没有 你有遇到过 因为地税的问题 然后客户就觉得 算了这个租金减完地税 就不怎么赚钱 或者不买的呢 地税的话 这个是很简单 你就说 这个的话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昨天晚上的话 那也是在跟一个 就是Marvin比较 对比较有名的开发商的话 在聊天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 你要去帮买家 去做一个思维转换这样子 因为的话 其实如果你是真的 看上这块地去买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的话 你就真的不用去考太多的 一些投资需要力 包括的话 这个地税 一些增长的东西 很多的话 对这些大型开发商的话 他其实的话 去买地或者这些东西的话 他都是自己要贴线进去养地的 对吧 因为他就是最后的话 你说你商业地产的话 到底什么值钱 就说我经常跟我的 那买家说的话 就说大力来说的话 商业买家的话 就说 就是他的价值 价值组成部分 就可以分为三块 一部分的话 是他的这个土地价值 一部分是他的这个 他本身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物业的价值 还有部分的话 是他的这个租业价值 那么的话 就说最后的话 你想想哪一块的话 是真的就是说是 是最保险 那肯定是这个土地价值 对吧 因为土地的话 它是就是说是 是最不可复制 最不可再生的一个东西 土地的话 一卖一块就少一块 那土地价值的话 就说只要的话 就说对澳洲的话 在这个经济的话 就说是一个平稳有序 就是大的宏观面的话 对他们有这样的 一个大的变动 那么很简单的话 土地价值的话 他就会去逐年的话 去找 包括的话对大家 对去看到的 就是当时的话 你想那个买家的话 他去买这个 CAMELO的这个交流站 就是说 就是说最后的话 就是说最后的话 大家都是看下这块土地 最后的话 它的生殖部分 是土地的部分的话 是提高的这个物业的话 对他进行买家 如果的话 就说这个交流站 他不在CAMELO 他在什么APPING这些地方 就谁会付个2% 向投资回报率 去买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的话就说是 最后的话就是说 你要做为一个买家 思维反变的话 就说是你到底是 想要的话 是买一个就是说 有稳定投资回报率 而且投资回报率 还不错的 像那个投资物业 还是你想要买这块地 反正的话就是说 是你甚至贴钱买 就是贴钱 去养这个地的话 对象你都愿意 所以的话就是说 刚开始先买买家的话 有时候先做一番 就是说 先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的话 他本身的话 他就是一个投资为户底 那么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建议的话 去对他去买个2% 或者是对吧 或者是对3%的话 对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的话就是说 就是他他本身就不是 就是他本身就不应该 是同一个类 本身就不应该 是同一个类别的买家 我可能就这么 其实如果说 他这个客人还不够懂 如果说地税高 说明这个地方的location 已经是可以去再利用了 可以拔高 或者是有别的这个价值 就好像为什么CBD 只有1%到2 有很多人去抢 因为他们要往上拔高 对吧 好的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你们会帮客户 做禁止调查吗 或者是帮 或者收费做禁止调查吗 因为如果只看你们的物业 当然他客人会担心 你是中介 你肯定会说 自己的物业怎么怎么怎么好 那他如果想要去 拿别的中介在卖的东西 然后付费让你来分析 或者你们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服务 或者你们会推荐一些 律师 银行 或者是 股价公司 来帮客人做这个事情吗 对 因为的话就说 两方面 如果是我们自己代理的物业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 帮买家做禁止调查的 因为的话就说 对我们 毕竟的话就说 如果的话是我们代理 对我们代理 因为他的项目是 对代表房东人利益 那么的话就说肯定的话 就是这个物业的话 能卖多高价的话 我们就要去买多高价 但是的话就说 如果不是我们代理的物业的话 就说这个就看关系了 对就是 因为像我的 因为像我的话 就对这么多年的话 对我这种 关于特别好的这样的客人 那么的话 我肯定都会帮他们去做 这一方面的进行制调查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的话就说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说 是我们很少去做收费的 这种进行的调查 因为的话就其实 收费的话 它也就相当于的话 对买家的话 它会就是说 因为我们想要 就是给他一些意见和建议 而不是说是 你做这个决定的话 完全取决于我们 因为的话这个的话 这个中间的话 它面临的话 不光是 风险 而且的话 它还是 就是对它还是一份责任 那么的话 但是的话 如果的话 你这个买家的 就是你现在是 我们已有 就是 如果你的物业 现在是交由我们 公司所管理 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 Porting Management 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的话 对项目会 免费的话 去帮你做所有 你想买的物业的 的DD 这样子 明白 因为最后 你们可以帮客人 做管理 长期的管理的 对 但是的话 就是如果是 就真的去收费 做这个DD的话 就说我建议的话 就说你去找 对居住律师 包括这些东西 因为它的项目的话 就是对 只能通 它的commercial value 来做一些 对它的这些的分析 但是的话 就是最具体的话 实质的 这个租客的背景 或者这些东西的话 对 就是说 对 还是要找律师 好的 如果说是 错关系 相信综马本人 然后接下来找它 这个出租 ZOMA可以提供很多 这个非常丰富的 经验和观点 如果说是要 完全中立 那就 也不能说 这个ZOMA是不中立的 就要付费 找律师 跟股价公司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三分钟结束 最后一个问题 是来自于Kieran Essential Service 行业 疫情期间 这么吃香的情况下 价格会不会太高 反而对长期持有来说 不好 这个方面的话 就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客人的话 对他也在跟我聊天 晚上的话 他在 就是说 对他们现在的观点 就是说 对现在的商业物业的话 就是不是太高了 太高的话 就是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入手手的时机 那么就是说 我也经常跟客人在聊这一点 那其实的话 就是说 这方面的话 你可以从两方面的话 去帮他的话 去做一个判断 第一的话 现在山一闪的话 这个价格是不是高 那肯定是高 如果不是高的话 那肯定的话 那我是在Bushes这样子 对三续的话 就是说 对你要想到的话 就是说是 但是的话 就是说高 他是不是一个最高的 你不知道 对吧 就是说 你永远不知道的话 就是明年的话 就是说 如果洋航 对他会不会实行 负利贴过这些东西 那么他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很简单的 我说 现在商业物业的话 他的这个地产价格的话 他肯定还是低的 而且的话 就是说是你说 就最后还是要 就是说 商业物业价格是不是高 或者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你首先要 从宏观上的话 可能去跟他去聊聊 关于经济 包括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大概来说 就大概与 大概率来说的话 毕竟 大家的话 就是对所有西方国家的话 都是就是说 刚刚经历疫情 就基本上 不能说是百废待兴 但是的话 很多行业的话 我大概的判断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不一定准确吧 因为的话对项民是 就是对项民们的话 在这方面 肯定比我比较专业 那么我觉得 在未来一年到两年的话 就是说在利率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个 特别特别大的调整 就是这个是我大概 就是只要的话 在利率这方面的话 不会有特别大的调整的话 那么商业地产的价值的话 它会稳定 甚至的话持续走高 就是这个的话 是它的大前提 那么从小前提上来说的话 那么如果是就是说 现在的话就说是 你买商业物业的好处的话 就是说它的租金的话 每年的话 有一个固定负利增长率 这样子 那么就即使你现在的话 对你买的是个 四年级的回报率 你租金的话 每年涨3% 你这个每年负利的 对就是这每年负利涨3% 你涨个十年 那开玩笑的话 就是说你涨的 十年之后 你也变成7% 8%的回报率 所以的话就说 生意味的好处就在这 因为它跟民宅不一样 像民宅的话 就说是你买到 OK你200万 这个house你买到这的话 就是对 它就买到这 它土地增值 就是它的土地增不 就是它的土地 或者整个商业 商业地产的增值 或者不增值的话 完全决定了这个物业的价格 但商业地产的话 除了这一方面的话 它还有一个租金的 一个固定 这样一个增值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那像这个东西的话 你找上去的话 其实也是 就是说把你现在 去买商业物业的 风险的话 完全来offset 同时的话 你现在可以收到租金 就是说对 就其实的话 就是说它并不说是 你现在不应该买 就是你现在 硬不应该买 而是就是 就应该问 你现在需不需要买 以后有可能会更高 对吧 你要买的话 就价格是短期的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永远会涨的股票 是 对 就是说对你 如果你现在需要买 那么的话 对你现在就应该 我们再多擦一波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耽误你一点时间 最后一个了 后面不要再接龙问了 Lisa 买商业物业 是不是不合适一些 没有那么那么有钱的客户 就是当然大 就超级大客户 那个五百万一千万 趴在账上的都想买 对吧 但是如果账上只有小两三百万 然后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是买Residential更好 还是说买商业的会更好呢 就是他如果有两三百万现金 又可以买Residential 又可以买商业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 从你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会就是 从买小型商业的好处 要多于买Residential的好处 那么的话就这个的话 就说是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我给就是一些 就可能刚刚进入生意市场的买件 因为话就是说像我们的话 就是说除了的话 对卖这些上千万上百万的物业的话 那也很多的话 就说就包括我这次的话 我卖的物业 就是说对一个的 就最便宜的 就是我自己带里的物业 最便宜一个是六十万 最贵的一个是 最贵的一个是六千万 就中间差了一百倍这样子 所以的话就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 如果买家他现在已经在澳洲的话 已经买过一个到两个的 两个住宅物业 就是他已经满足了自己的住房 或者这些的需求 那么的话就说 就说如果的话 这个客户他是我的父母亲 或者他是我的爷爷奶奶 那么我肯定会就是 不就 就如果我是客户的话 就是站在客户这样的位置 我一定会去买双业物业 我不会去买名摘物业 因为的话就是 他的最大的差别的话 就是名摘物业的话 你想你所有杂费 就是对像Council Rate 就是Council Rate Water Rate Building Insurance 包括像地区一些扣下来的话 你可能投资费报率的话 连1%都不到 你商业物业的话 你第一 你后面是大公司 你租业的话 以前是10年20年 你不像这个 对不像地产的话 就是对每年的话 对你当时序 而且的话中间的话 出现任何的损化 这些东西的话 都需要逢往来负责 就是说我觉得 商业地产的话 就是说即使你 就是假设你买家的话 对他只有几十万 那么的话 我觉得的话 他也应该去买商业物业 而不是应该买一个 住宅物业 作为投资 我跟你想的一样 好 非常感谢 我在问一个 我在问一个很快 很快问题 请坐吧 吃饭了 你这个问题问的 我快一分钟 刚刚 就刚刚 你说 你说到 Cosco屋里 它有租金的增长 和它的销售的分红 是吗 是每个屋里 它都会有吗 或Cosco屋里 它会有吗 Cosco屋里 它就是它分辨两块 一个的话 就Cosco屋里 它就是一般的超市 一般的超市的话 它是只有租金分红 而不是 它只有叫Tenverrent 但是它是没有 固定的增长 但是如果的话 就是像我 对像我这次的话 就是比如卖的话 就是像这种 Ros Metro 或者是 对像这种Cosco 就是它的CBD 或者比较繁华 到开的小店面 它是有租金增长 对 因为我有看到过 有屋里 它是有CPI 就是租金的增长 每年有多少 但是我们又看到 在合同上 可能我也不知道 有关于销售的分红 对 就是你可以 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市面上的话 就说 就是包括我 所有代理过的 大概那么十几个 然后再包括的话 就是我所 就是说 这两三年的话 就上市的这样的话 就是CPI的话 就是这种的话 基本上的话 是很少很少 就可能的话 那个的话 是我们知道的 一个到两个 那么的话 就是只要的话 对你是个富 你就说在3000平方米 以上的这样的 Cost-Wars 或者是 就是说 对其实在2000到3000 你无论是新租业 和旧租业的话 它最后的话 它的就是说 它的租金资产方式的话 就是对 它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turnover rent 这个最重要 就是所以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Cost-Wars的话 你去 对就是 对去讲Cost-Wars的分析的话 你可能就说 我可以再讲一个小时 这样子 因为的话 就对那个的话 就是包括 怎么去计算 annual turnover 它的这个 moving annual turnover 包括这些 所有东西的话 它都是有套公式 它都是套表格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要拿spreadsheet的话 就算了这样子 对 但是的话 就是从那方面的话 就是说 而且它的turnover的话 就是它 它看老做个新租业 它老租业的话 它会有一个 就是说 就是它固定 比如说五千万以上的话 就是就2.5% 但是现在新租业的话 就是说 新的Cost-Wars 对它现在的租业的话 一般的话 它是从 比如说五千万到五千万万 是2.5千万万到六千万 是二 然后对于这个 三六千万以上 是对 是1.5% 这样 就是它 这个叫 那个 de-escalating turnover 这样子 所以 谢谢 对 对 不过说白的话 就是如果你帮客户 分析Cost-Wars的话 一定的话 就是这些turnover的话 是逃不掉的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一方 谢谢 好的 感谢Zoma 谢谢你的时间 加你的微信 然后之后 有客户 想要这方面的咨询的话 我们可以 把支持分享给 我们的客户 希望他们做正确的 这个理财投资 好 谢谢 谢谢您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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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